走吧 我们回家 秦律师 不好意思啊 我没跟你说 俊慧是我未婚妇 公司也没有规定 必须要上报 所有的社会关系 监陶律师是你的未婚夫 那西美公关的老总 是我爸 吴律师 你真是太低调了 秦律师 我们的事 你可千万别在律所说 有这么优秀的未婚夫 还怕别人知道吗 不是我吗 就是我爸的事 你可一定要保密 对唐总也要保密啊 如果我是你 我就会大大方方说出来 这肯定是一个加分项 因为现在很多人 都非常在意家境出身的 是吧 陶律师 你嗓什么呢 跟你说话呢 我想吃火锅了 我想吃火锅了 他想吃火锅 真的想吃火锅了 你们什么时候结婚啊 我们年底 恭喜你们 谢谢秦律师 刚好你也是俊辉的校友 也是我的上司 到时候请你一定要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秦律师特别忙 没时间的 你怎么知道 真的 别瞎说了 如果学长给我发请擠 我一定会来的 你不用勉强 你不用勉强 其实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参加婚礼的 而且咱们这层关系 你们俩也不用道场祝贺 不来没问题 智慧 我胡说话都说 胡说话都说 智慧 智慧 特律师 我特别欣赏你的说话方式 要是每个人都能像这么说话的话 可以省掉很多不必要的社交 走吧 我们回家 秦律师 既然你已经知道了我跟飞飞的关系 就以后麻烦你 不要让飞飞料着打谈 骆维玉兰的消息了 不是 不是 秦律师让我打听的 不是吗 不是 吴飞虽然是你的未婚妻 但她也是我的下属 我只是给我的下属安排工作而已 不过我觉得你说得有道理 那吴飞以后就不用负责这个工作了 免得你们之间产生不必要的矛盾 秦律师 你误会了 我们之间没有矛盾 谢谢你啊 秦律师 我觉得你的安排没问题 不客气 乐乐回家吃火锅吧 秦律师 我们也吃火锅 要不然我们一起吧 不用了 不过还是你们两个吃吧 吃吧 嗯